十分钟,转入粉和水 放入滚水 请不要忘记当熬炒 大家好,又係我聲稱職人吹水 片頭寫了酸菜魚,買了一條鱸魚和大家吹水,叫做花鱸 酸菜魚,麻辣如何調配,又有一大堆香料,不要吹 先講一條魚 新鮮鱸魚,差不多一斤 酸菜,有些潮州鹹菜,酸味的來源,番茄,味道的來源,大豆花菜,還有少許豆腐泡 潮州鹹酸菜,一隻手掌用大貨,回來,首先用一茶匙鹽,開水浸一浸 利用淡鹽水,逼一逼,鹹酸菜,一些不好的鹹味,逼一逼出來 鱸魚買回來,首先用清洗乾淨,拿一把小刀出來,在身邊的鱗,全部清潔乾淨 因為待會要拆骨起肉 鱸魚,鱸魚打乾淨,清潔好後,鱔水 還要將整條魚的水份抹乾淨 對鱔魚的水份抹乾淨,才能夠起肉 外面做酸菜的魚大部分都是用花爐,或是星爐 尾上的星爐,如果我們做有很多選擇的,可以用桂花 單骨魚做的都相當好食 魚抹乾身後,先處理魚頭 按住這裡,放一刀,反轉這邊尺,都放一刀 魚頭拿出來 然後要從魚柳的位置出來,在背部的刀 沿著背部的位置,放一刀 魚開了一刀後,在旗的位置,按住 在這裏,拉一刀下來,我們在這裏就開了去 接著按頭的位置,放一刀下去,手要拿起 在這裏,貼住骨,切開了,腩位,骨的位置 在這裏,然後繼續放一刀下去,放到尾 在這裏,整條扭起出來 骨頭怎樣處理呢? 在這裏,切開了一刀,用來拿湯 用來拿湯 用來用 接著拿一條扭出來,我們摸一摸 魚身的骨 慢慢偷下去 在這裏,切開了骨頭 這裏就剩餘柳 我們怎樣處理這些魚片呢? 用手按著,用刀尾,拉下來 一塊 然後就是這樣 另一塊 這裏是直直的,我們就開始拿直 一塊,拿直 我們不要切得太薄 出去吃的,切得太薄 我們要留在這裏 先把魚片切好 魚片改好之後 用味道淹一淹 鹽,四分一個茶匙 胡椒粉,少少 然後用一個茶匙的生粉 混入水 好似像是濕粉漿一樣 混入 我們拿幾下 最後,加一湯匙的油 讓魚片更加滑 潮州鹹菜 浸泡了十兩分鐘 我們就把它撕開 然後洗兩三次 把所有泥塵,這些不好的鹹 都洗出來 趁未開火之前 吹一吹這幾袋辣椒乾 這類型的辣椒乾 在市聖街市、賣香料店 或是賣東南亞香料店 就要找到 有很多品種,視乎你吃得多辣 這兩隻小泡椒比較香 辣味不重 這隻茶皮椒也是一樣 因為我不太吃得辣 如果吃得辣,就買小米辣 就買小米辣椒乾 最想炒一炒這兩包 這兩包是甚麼來的呢 炸彎看上去是同一樣東西 其實是不同色的 這隻青青的,這隻叫做青麻椒 麻辣湯底的麻味就是這裏 這隻叫做花椒 這隻比較香辣,這隻比較麻辣 一般配這隻青麻椒不要太多 我待會這個就放半茶匙 這個我可以放到一個茶匙 辣椒乾這些就色除尖便,吃辣的 青麻椒半茶匙,花椒一個茶匙 材料準備好之後 把豆腐煮出來,用滾水拿去洗乾淨 剪掉它 第一步,處理甚麼呢 這麼多材料 輕輕燒熱直鑊 把鹹菜放進去,用白鑊 邊邊乾身 用白鑊的作用 讓它有多餘的鹹,讓它拆出來 還有有些不好的味道 又是邊邊出來 用鑊的鹹菜就好吃很多 怎樣才知道呢 表面沒有水氣 我們先去炒這個 然後趁鑊還是乾淨的 我們把豆豆芽菜煮好 作用是一樣的 令豆芽菜的豆芽味色略 豆芽菜稍微變身 我們先去炒這個 然後把鑊放適量的油 我們先煎一條魚 我們放一塊下去,不要動它 等它每邊煎一分鐘 然後隔壁煮一煮均勻 這樣就可以了 動了就可以了 這些就差很多了 沒有味道 現在把鑊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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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邊都煎一分鐘左右 這段時間 把鑊放進去 把鑊放進去 剛剛遮蓋過鑊的表面 滾好之後 把鹹菜 豬肉 鑊 蕃茄 大豆 把鑊放進去 保持一個大火 煮幾分鐘 大火 將魚湯所有材料煮五分鐘後 整個湯的形態已經不同了 然後你家裡有什麼大容器,盡量大那些 拿出來,慢慢將大粒芽菜放在底下 那些魚呢,慢慢把它放上來 盡量不要弄爛,特別有小朋友吃 執好所有配料後,滾起魚湯 然後把豆腐放進去,滾一分鐘 一分鐘後,把它撈起 現在我們試一下湯底的鹹度 因為有鹹菜,我們不知道有多鹹 這個湯底,正常喝湯,咸三倍 所以我這裡,加了一個茶匙的鹽 要這麼鹹,對呀,因為有酸,有辣,有魚湯 一定要夠味才好喝 這個時間,我們把魚片放進去 我們要輕輕的羊鬆,浸一分鐘 用小火浸一分鐘後,現在我們就拿起它 千萬不要大火,一個腦就不好吃 魚片放進去,已經很想吃了 這個時間,我們要把湯煮一下 滾後,慢慢補上去 我們把魚鍋放進去,然後把魚鍋放進去 小火,燒熱式鍋 我們把花椒、麻椒和兩隻炮椒 我們把魚鍋放進去 碰到它有香味色出,其間不要大火 聞到有很香的花椒味之後 然後我們下油 我們把花椒油滾起 我們關火去,我們下火 現在把魚鍋放上去 загin 放些少許芫荽炒香的芝麻 這個鮮菜魚現在已經想吃了 放些芫荽炒香芝麻上面 魚片用滑度,湯底一定要夠鹹夠濃 吃辣的,自己調配 喜歡吃魚鍋的網友就給我LIKE 喜歡吃酸辣魚的網友就怎樣 訂閱職人春春的頻道,幫我分享這個 還有酸辣魚鍋,我先吃東西,下個視頻再和大家分享 拜拜